所谓叫智慧 智慧就是抉择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再来我讲一个 我们最近发生了真实的故事 因为我们经常在放牛 斯利兰卡 我们在斯利兰卡已经放了 一千多头牛了 赶快水洗一下 水洗等于都你放了 佛教教 别人做好事你马上水洗 你就放了一千多头 也帮了一千多个家庭 然后明天我们要去缅甸 缅甸也要继续放 缅甸现在改了一个很大的 放牛的地方 将来可以放了一两千多头 缅甸的工人又便宜 牛又便宜 牛一只你们马币不到一千块 如果是大水牛的话就多一点 一千二一千三 后来我们在台湾 极力的鼓励放牛 当然讲到这地方 那我们要水洗我们打嘟打钉 我们莲花护生园有 一两百条牛 功德太大了 这里面是一个真实的 我们有一个中立中心的信徒 叫陈秋兰 陈秋兰 然后她的妈妈中风 躺在床上很久了 然后她知道我们在救牛 她也很喜欢 她就拿一万块 我们台币你们马币一千块 救了一头牛 用她妈妈的名字去救牛 她帮她妈妈放生牛 结果有一天放生完 经过几天发现一件事 她妈妈躺在床上躺一年多 突然有一次她就看到她妈妈坐在床上 坐在床上 精神很好 还想要起来走 她妈妈不能走 不能走 她妈妈起来走 她跟她妈妈讲说 她问她说你怎么可以坐起来 她妈妈说我告诉你 昨天晚上我做梦 梦到我走来走去好快乐 所以我就坐起来想要去走了 她说妈妈你做什么梦 昨天我做梦 梦到有一头牛来带我 然后带我去大草原 看到几百头牛在那边 快乐自在的吃草 所以我就在那边跑来跑去好快乐 结果早上一睡醒了 我就想要起来走路了 所以这个陈秋兰非常有信心 从那个时候开始 每个月跟她妈妈放牛 后来三个月以后 她妈妈就善终了 安享往生 所以她到今天为止 每个月我都念到她的名字 她一直替她妈妈在做 我讲的是不忘语 真实话 救一头牛 牛来帮助她妈妈 这里面还有一个真实故事 有一个老人家 有一次经过市场 刚好看到一只牛要被杀 跪在那边 求他掉眼泪 这个叫圆 人不认识牛 但是牛认识人的 然后他看到以后慈悲 就赶快拿出钱来救那只牛 那救了以后 经过三天 突然有一个晚上做梦 有一个神来告诉他 明天会有火灾 你要通知大家赶快跑 他想做梦 他就跟大家讲 我昨天晚上做梦 说有火灾 大家赶快 真的隔天就起大火了 有缘的 包括他自己 至少财务都拿走了 哎呀 他知道 救牛不可思议 后来他就跑到一个寺庙 去感谢佛 感谢佛 然后那个和尚问他 你为什么 他说就把这个故事讲出来 我救了一头牛 哎呀 有一个神来告诉我 火灾的事情 我救了很多人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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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